在这次节目里,广播太守与民同乐图 一,介绍苏氏换西沙词前两首 不经顺写稿 苏氏不但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 而且是一位关心人民疾苦 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的好官员 他曾多次出任州刺史 受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他出之杭州的时候 看到西湖淤色 虽然占地很多,但叙水量不大 于是就出于地方官的责任感 以艺术家的才能 亲自设计修湖方案 塔发动人民深挖西湖 将里湖外湖勾连起来 并用湖州的凤泥 做成一条长堤和一个小岛 这就是至今尚存的苏滴和三坦音乐 这一措施 不仅使西湖增贯了千寝良田 而且也使这里的湖光山色更加妩媚多姿 瓦州西湖峰峰 苏氏望着那诱人的风光引导 水光炼艳情方好 山色空蒙 雨一齐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壮浓膜 总相宜 大义是说 雨后出路的艳阳 照耀着满湖动荡的青波 这景色实在太动人了 然而在水汽迷茫的雨中 湖光山色 就像笼罩在一层空蒙的细纱之中 就更加令人惊奇 我要把西湖比作那漂亮的越国西诗 因为它不论是淡雅的梳妆 还是鲜艳的打扮 都使人感到非常适宜 千百年来这首诗 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大家都觉得 苏氏把西湖的景色 写得美极了 像极了 可以想见 当时这位 曾为西湖增光灼色 曾为西子沾花敷粉的太守间诗人 面对此景 又是何等的陶醉 苏氏 苏氏做定州太守的时候 看到北方农民在冰凉的水田里插秧 实在太苦 曾经利用民间小调 创作了许多插秧歌 教农民歌唱 农民唱的太守给编的 这些优美动听的歌曲 心中十分快活 觉得水也似乎不那么凉了 苏氏当时的这一活动 既有利于农业生产 又丰富了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 由于当地人民的喜爱 后来这种小调 竟发展成了地方小戏 这就是至今上在演唱的定州央歌剧 据说苏氏每掉里一地 总有那么多的周民百姓 拦路痛哭 舍不得让他们的太守离去 看来是有原因的 以上两个例子 都是苏氏后来做地方官时的事情 现在我们通过介绍起 《幻西沙》一组词作 再来看看 他前期出任徐州太守时的情况 这组词是苏氏调任徐州的第二年所写 时当元丰元年 也就是公元1078年 这是苏氏43岁 苏氏到徐州不久 黄河横爵 发了特大洪水 为了保全益州人民的生命财产 他发动农民 积极抗洪自救 并心灵现场指挥参与战斗 不料洪水过后 一冬无雪 一春不雨 天气大旱 诗人说 东方九旱千里赤 三月行人口生土 试想 走路都会洋土扑面 可知汉情是多么严重 在大汉面前 诗人又发动农民 积极抗汉 适时播种 当然那时科学常识 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 农民们一面挑水点拨 一面又把从四水河中捉来的鱼 放生到徐州城东二十里处的石潭里 据当地的民间传说 鱼龙同种 鱼进石潭 龙王爷就会体会到徐州汉情的严重 赶快下雨 当时苏氏也付费着农民的意愿 让他们这样做了 碰巧 真的下了一场大透雨 汉象完全解除了 整个徐州地面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于是许多农民赶到徐州城东的石潭 祭神谢雨 苏氏也敢去参加了 这组换西沙小词 便是写祭神谢雨期间的 所见所闻所感 体现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喜爱 关怀和对农村生活的向往羡慕 幻西沙这组词共有五首 今天先讲前面两首 这两首都是描写苏氏参加谢雨四神仪式所见到的情况 先讲第一首 先讲第一首 归来说语彩桑姑 身为太守的苏氏 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 便动身参加农民们的谢雨仪式去了 他兴致勃勃 一面走路 一面观看景色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 照着水面发暖 池塘里的有些鱼儿 也因水温渐高 慢慢上浮 在水中已经清晰可见了 这一句中的线字 写得准确传神 它表现了早晨水温略略升高时候的特殊情景 这时有的鱼敏感地追寻阳光的沐浴渐渐上浮 有的鱼还留恋着深水的渔温沉埋水底 所以说暖陷雨是因为阳光升暖鱼儿刚刚出现 并不是那种天热时浮现在水面上的大片鱼群 那村连村的树木生机勃勃一片暗绿 就是晚上借树的乌鸦藏在里面恐怕也看不出来 晚藏屋并不是诗人真的看到了晚上藏到深树中的乌鸦 而是形容在太阳刚刚升起之时 非常繁茂的树木所呈现的一片浓绿 绿到了连乌鸦藏进去都看不出来的程度 此人一路走来来到谢宇的石寒附近 只见黄铜白首巨衰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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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是一种很质朴的笑貌 这就是说那聚集在一起的朴实的庄稼人 不管是黄口小儿还是白发老人 他们都是那样的欢快那样的朴实 最引起此人兴趣的还是农村中的那些毛头小伙子和十几岁的娃娃们 别看他们在抗红抗汉中都很能干 但性格却缅腺得很呢 他们一见大官来了便闪电般的躲藏起来 但见到这位苏太守态度和蔼可亲 便又迅速围拢来 所以苏氏幽默地写道 迷路逢人虽未惯 元老闻鼓不虚呼 意思是说 他们刚看见我的影子 就像胆小怕人的迷路那样一跑而光 但当一听到谢宇祭神的锣鼓 一瞅间我也参加了谢宇四神的行列 却又像猴子般的不知从什么地方都钻出来了 有的还兴奋的往家里跑 归来说语采桑姑 赶紧告诉自己的采桑养残的姐妹们 把姑娘们都喊出来了 这首词的感情是何等的亲切朴实 而描写又是何等的生动传神呢 但过去许多的诗词选本 都把它淘汰掉了 就是收了也很少有人敢这样讲解 据说就是因为苏氏把劳动人民比作了迷路和猴子 认为是对老百姓的污蔑 起码是对劳动人民缺乏尊重 其实 这正是词中最精彩的地方 这两个生动的比喻 既反映了农村青年和娃娃们的老实 缅腆 怕羞怕官的神情心理 又反映了他们的天真 好奇 活泼热情的性格特征 是极其传神之比 试想 在旧社会 封建的官府 凶恶的牙抑 对老百姓不是逼凉逼睡 就是打骂怒斥 又有谁能不怕呢 对于这位新上任的苏太守 虽然听到不少好的传闻 但那究竟是真是假呢 所以一听说大官来了 便马上向一群受惊的小迷路 急忙躲藏起来 但毕竟那些有关苏太守的生动传说 起了实际作用 所以他们并没有跑远 只是激紧的躲在柴门后 大树下 青石旁 还有什么别的地方 先猫起来 偷偷地瞧着这位苏太守的一举一动 验证着自己听到的传说是否真实可信 一见苏太守真的如传说的那样 和蔼可亲 今天是来与他们一起参加谢雨祭神活动的 于是就由猴子般的钻出来 把太守围起来 他们不仅自己欢快地围着太守 而且又马上往家里跑 叫他们的亲人同来想着难得的眼福 这种描写 不是再生动亲切也没有了吗 哪有一点对劳动人民不尊重的味道呢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活活热情 猴子般欢蹦乱跳的好后生 才出现了下面生动有趣的场面 现在我们接着讲第二首 调整个字 旋抹红庄看使军 三三五五击离门 香牌踏破嵌裸裙 老幼拂鞋收卖社 乌员降舞塞神村 道逢醉手卧黄昏 先把几个词语解释一下 这首词中的史军 即周刺史也称太守 吉离门 是用枣树枝或荆条编成的离巴门 也叫柴门 茜螺群即红螺群 因为茜草可做红色染料 所以人们常以茜来代表红 若想理解这首词的内容 还要接着上一首的茬说起 那伙猴子般活泼的毛头小伙子和娃娃们 可真是最好的义务通讯员 他们看到了太守便一溜烟直往家里跑 归来说鱼采桑姑 一到家里便上气不绝下气的 嘴里说着 手里还比划着 说他们见到了苏太守 头戴什么 身穿什么 如何和蔼可亲 怎样参与谢雨仪式 只讲了六神洋洋 眉飞色舞 他们的姐妹们 听到这番活灵活现的叙述 又怎能不高兴而好奇呢 然而 女孩子们的高兴和好奇 又有他们自己的特殊方式 尽管他们是那样急于看到 久有耳闻的苏太守 但他们绝不像毛头小伙子那样 一拥而出 而是悬抹红装看使军 首先要急急忙忙的打扮一番 然后才走出门去 他们看使军的方式 也和男孩子们很不一样 男孩子们是猴子般的窜出来 围住太守 喷笑着欢跳着 而这些大姑娘小媳妇们 却是三三五五集离门 他们是三个一伙 五个一帮 三三五五 大都是站在与太守 有一定距离的篱笆门前 而且是香排踏破欠裸裙 你拥我我挤你 把挺心的鲜红裸裙 都踏脏了踩破了 这上片可以说把农村 他们便要马上逃跑 迅速躲藏 躲藏不及 也要赶快穿上最破的衣服 设法把自己弄得棚头垢面 丑陋异常 以免遭受那些野兽们的蹂躏和凌辱 不过如果他们听说可亲可敬的人要到来 那就一定要理云并贴花黄 仔细认真地打扮一番了 就像孔雀开瓶那样 要把自己的美充分表现出来 然后才愿走出门来和客人相见 今天他们是要去看 与民共同抗涝抗汉的郝太守 而这位苏太守又是突然到来的 去晚了恐怕见不到 仓促出门又恐被人耻笑 所以他们便悬抹红装 赶快迅速地打扮 农村的大姑娘和小媳妇 他们的特点是既好奇又害羞 所以他们出门看太守 又极力想把同伴推在前头 自己躲在别人的身后 这样你推我我挤你 尽管他们煤火只有三三五五 却因紧紧地排挤到一起 甚至连挺心的裸裙也踏破了 试想 这又是何等生动传神的描写 这种描写不仅形象地刻画了农村女孩子们的行动机制 而且连她们的心理也写活了 如果不是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喜爱 如果没有对农村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理解 是绝对描写不出这样生动的场面 也锤炼不出这样精彩的诗句的 下篇是写谢与祭神的场面 老幼福谐收卖社 社就是社祭祭祀土地神 收卖社就是祈祷卖自封收 这句是说老人和小孩他们相邪相扶 为了麦子的丰收而在虔诚地祷告 乌园祥武赛神村 乌是乌鸦 冤是鹰笋之类的一种凶猛的鸟 俗称老鹰 赛神就是用锣鼓仪仗砸戏 来迎接神灵享受贡品 这句说乌鸦和老鹰想吃到祭神的食品 在迎神赛会的村庄上空飞舞盘旋 前一句是写地面 这一句是写天空 真是神压涉骨一片欢腾 风收在望 人人欢唱 有的老人因为多喝了几杯喜庆酒 竟然醉卧在路旋 这道逢罪首卧黄昏 乍看 与谢宇赛神的关系不大 实际上正是人民欢乐心情的一种策写 是最太平的具体写照 在封建时代 一般较大的谢宇赛神圣会至少要庆和三天 但苏氏的这组幻西沙词 是他参加谢宇祭神活动的 只有今天讲的这前两首 后三首虽然也写于谢宇赛神期间 但那是写他到附近农村巡视时的情况 后三首 我们将在下一周的这一节阅读和欣赏时间里 再向大家介绍 现在把前两首再朗读一遍 赵日深红 暖陷雨 连村绿岸晚藏屋 黄铜百首 寄随兮 迷路逢人 虽未惯 元老闻骨 不息呼 归来说于采桑姑 玄折 玄抹红庄 看使军 三三五五 急离门 香台踏破 嵌罗群 老幼香邪收卖社 乌鸟 乌鸟 赛神村 道逢聚首 卧黄昏 卧黄昏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